启示录 启示录 第一章 耶稣基督的启示 就是上帝赐给他 要他将必定快成就的事 指示他的众仆人 他差显示者指明给他的仆人若汉 若汉就将上帝的道 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 都见证出来 众读者书上预言的 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的 因为事后近了 若汉写信给亚世亚的七个教会 愿那位金在 色在 以后永在的上帝 与他保座前的七灵 和那忠信的见证者 从死人中复活的受生者 世上君王的元首耶稣基督 似恩惠和平安给你们 他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 使我们从罪中得释放 又使我们成为国盗 作他父上帝的祭司 愿荣耀权权能归及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看啊 他家云降临 众目都要看见他 连似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地上的万族要因他爱哭 这是真实的 阿们 主上帝说 我是阿拉伯 我是阿拉伯 我是阿梅格 是金在 色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我 若汉就是你们的弟兄 在耶稣里和你们一同在患难 国度 忍耐里有份的 为上帝的道 并为给耶稣作的见证 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 有一主日 我被圣灵感动 听见在我后面 有大声音如吹号 说 把你所看见的写在书上 寄给以弗所 士满娜 别加摩 推牙推拉 撒迪 非拉铁肥 老弟家那七个教会 我转过身来 要看看是谁的声音 再跟我说话 我一转过来 看见了七个金灯台 在灯台中间 有一位好像人子的 身穿谁到脚的长袍 空间束着金带 他的头与发皆白 如白羊毛如雪 他的眼睛好像火焰 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得发亮的铜 声音好像中水的声音 他右手拿着七火星 从他口中吐出一把两人的利剑 面貌好像烈日放光 我看见了他 就扑倒在他脚前 像死人一样 他用右手按着我说 不要怕 我是首先的 是没后的 又是永活的 我曾死过 看那 我是活着的 直到永永远远 并且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约事 所以 你要把所看见的事 现在的事 和以后将发生的事 都写下来 至于你所看见 在我右手中的七火星 和那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就事 七火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个灯台是七个教会 启示录第二章 你要写信 给以忽所教会的使者 说 那右手拿着七火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 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牢牢 忍耐 也知道你不容忍恶人 你也曾察验 那自称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 你能忍耐 曾为我的名牢苦而不困倦 然而 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抛弃了 所以你要回想 你是从哪里聚落的 并且要悔改 做起初所做的工作 你若不悔改 我要到你哪里去 把你的灯台从圆穿挪去 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 就是你恨患尼哥拉派的行为 这种行为 也是我所恨悟的 凡有以躲的 都应当听 圣灵向宗教会所说的话 得圣的 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 刺及他吃 你要写信给 是每拿教会的使者 说 那首先的 末后的 死过又活了的 说 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 其实你却是附足的 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的 所说委托的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而是撒旦会堂的人 你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汉呀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侣 使你们受考验 你们要遭受苦难十日 你无要致死忠心 我就刺及你那生命的冠冕 凡有以躲的 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得圣的 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 说 哪有两人利监的 说 我知道你的居所 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 当我忠心的见证人 安提拍在你们中间 在撒旦所住的地方 被杀的时日 你还坚守我的名 没有否认对我的信仰 然而 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在你那里 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 这巴兰曾教售巴勒 将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使他们吃制过偶像之物 并且犯淫乱 同样 你那里也有人服从了尼哥拉派的教训 所以 你当悔改 若不悔改 我很快就到你那里来 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凡有耳朵的 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得圣的 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刺给他 并刺他一块白石 石上写着新的名字 除了那里受的意外 没有人认识 你要写信给推瓦推拉教会的使者 说 上帝的儿子 那位眼睛如火炎 双脚像发亮的同的 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爱心 信心 勤劳 忍耐 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 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然而 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算你容忍那自清 先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 教唆我的仆人 引有他们犯淫乱 食制过偶像之物 我曾给他灰改的机会 他却不肯灰改他的淫行 看罢 我要使他病倒在床上 哪些与他犯奸淫的人 若不灰改他们的行为 我也要使他们同受大患难 我又要杀死他的言类 宗教会就知道 我是那刹汉人肺腑心肠的 我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各人 至于你们其余的推瓦推拉人 就是一切不随从者教训 不明白他们所谓 撒旦深恶之理的人 我告诉你们 我不会再把别的淡子 放在你们身上 你们只要持守那已经有的 即到我来 那得诚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刺给他权并制服列国 他必用铁像管核他们 如同打碎涂器 将我也从我父领受了权并一样 我又要把神圣赐给他 凡有以朵的 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启示六第三章 你要写信给撒旦教会的使者说 哪有上帝的七灵和七火星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就是名义上你是活的 实际上你是死的 你要警醒 经过哪些圣下 快要死的 因为我发现你的行为 在我上帝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所以 要记得你所领受和听见的 要遵守 并要灰改 你若不警醒 我必如贼一样来到 我几时来到你那里 你绝不会知道 然而 在沙迪你还有几位 是未曾污蔚自己衣服的 他们会穿白衣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配穿的 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 我也不从生命策上 逃去他的命 我要在我父面前 和我父的众使者面前 宣认他的命 凡有以躲的 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使者 说 那神圣真实的 拿着大位的约时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 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 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看那 我在你面前 给你一个闯开的门 是没有人能关的 我知道你有一点力量 也遵守我的道 没有否认我的名 那属撒旦会堂的 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而是说方话的 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 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 因为你遵守了我坚忍的道 我也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受试炼 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得胜的 我要使他在我上帝的殿中作处子 他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把我上帝的名和我上帝成的名 从天上我上帝那里刚下来的新耶路撒冷 和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 凡有以躲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 那位阿门 诚信真实的见证者 上帝创造的根源 这样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罢不得你或冷或热 既然你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我要从我口中把你套出去 你说我是腹足的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决 却不知道你是困苦 可怜 贫穷 核眼 赤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从火中锻炼出来的甘子 使你腹足 又买白衣穿上 使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来 又买眼若抹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腾爱的 我就责被管教 所以 你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看啊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而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起吃饭 得胜的 我要赤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座 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座一般 凡有耳朵的 都应当听圣灵向宗教会所说的话 启示录 第四章 这些事以后 我观看 看见天上有一道门开着 我头一次听见的 那好像吹号的声音 对我说 你想这里来 我要把此后必须发生的事 指示你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 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那坐着的 看来好像碧玉和红宝石 又有彩虹围着宝座 光彩好像绿宝石 宝座的周围 又有二十四个座位 上面坐着二十四位长老 身穿白衣 头上戴着金冠面 有闪电 声音 雷公从宝座中发出 在宝座前 点着七支火具 就是上帝的七灵 宝座前 有一个如同水晶的玻璃海 宝座的周围 四边有四个活物 遍体前后都掌握了眼睛 第一个活物像狮子 第二个像牛毒 第三个的脸像人脸 第四个像飞鹰 四个活物各有六个翅膀 遍体内外都掌握了眼睛 他们昼夜不住地说 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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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全能的上帝 色在 金在 以后永在 每逢四活物将荣耀 尊贵 感谢 归给那坐在宝座上 活到永永远远这的时候 二十四位长老就苦福敬拜坐在宝座上 活到永远远远的那一位 又把他们的官面放在宝座前 说 我们的主 我们的上帝 你配得荣耀 尊贵 权并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存在 启示录 第五章 我看见坐在宝座那位的右手中有书卷 正反面都写着字 用七个印密封着 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 大声宣告说 有谁配展开那书卷 揭开那七个印呢 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没有人能展开 能阅滥那书卷 因为没有人配展开 阅滥那书卷 我就大哭 掌路中有一位对我说 不饶号 看啊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 大位的根 他以得胜 能展开那书卷 结开那七个印 我又看见宝座和四个活物 以及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着 将是被杀的 有七个个 七只眼睛 就是上帝的七灵 逢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这羔羊前来 从坐在宝座上那位的右手中拿了书卷 他一拿了书卷 四活物和二十四位掌路就俯伏在羔羊面前 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甘露 这香就是中圣徒的祈祷 他们唱新歌 说 你配拿书卷 配揭开他的七人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 从各知族 各语言 各民族 各邦国族买了人来 使他们归于上帝 又使他们成为国民和祭司 归于我们的上帝 他们将在地上执掌王权 我又观看 我听见宝座和活物 及掌佬的周围 有许多天使的声音 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 大声说 被杀的羔羊配得权能 丰富 智慧 力量 尊贵 荣耀 中赞 我又听见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 都说 愿重赞 尊贵 荣耀 权世 到归及坐在宝座上的那位 和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 四活物就说 阿妹 众长老也苦福敬拜 启示录 第六章 我看见羔羊 高阳揭开七个印中第一个印的时候 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 声音如泪 说 你来 我就观看 看见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拿着弓 并有冠冕刺给他 他出来征服 声而又声 高阳揭开第二个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 你来 就另有一匹马出来 似红色的 有权并刺给了那骑马的 要从地上奪去太平 使人彼此相杀 他又接受了一把大刀 高阳揭开第三个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 你来 我就观看 看见一匹黑马 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 我听见在四个活物中 似乎有声音说 一钱银子买一声墨子 一钱银子买三声大墨 油和酒不可遭答 高阳揭开第四个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 你来 我就观看 看见一匹灰色马 骑在马上的 名字叫作死 阴间也随着他 有权并刺给他们 可以用刀剑 饥荒 瘟疫 野兽 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高阳揭开第五个印的时候 我看见在祭坛底下 有曾为上帝的道 并为作见证 而被杀的人的灵魂 大声哭着说 神圣神圣真实的主宰呀 神圣真实的主宰呀 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 等到与他们同作仆人的 和他们的弟兄 将他们一样被杀的人的数目 臭足的时候 高阳揭开第六个印的时候 我看见地大震动 太阳变黑 将粗麻布 整个月亮变红脏血 天上的星神 坠落在地上 如同无花果树 被大风摇动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 天消失了 好将书卷被卷起来 山岭海岛都被移动离开原位 地上的君王 神宰 将军 夫妇 装士 和一切为奴的 自主的 都藏在山洞和岩石月里 向山和岩石雪 堵在我们身上霸 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着保障者的念面 和高阳的愤怒 因为他们遭愤怒的大日子到了 谁能集得住呢 启示录 第七章 此后 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 执掌地上四方的风 使风不吹在地上 海上 和各种树上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 从日出之地上来 拿着永生上帝的人 他向哪得到权柄 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 大声喊着 说 你们不可伤害地 海和树林 让我们在我们上帝中 伯人的额上盖了人 我听见以色列人 各支派中 受印的数目 有十四万四千 犹大支派中 受印的有一万二千 女便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家德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阿切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拿弗他利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马拿西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西缅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利美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以撒加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西布伦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约实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便雅敏支派中 受印的有一万二千 此后我观看 看见有许多人 没有人能计算 是从各邦国 各支族 各民族 各语言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中鼠枝 大声哭着说 愿救恩归于 再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 也归于羔羊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 以及四个活物的周围 俯伏在宝座前 敬拜上帝 说 阿们 仲赞 荣耀 智慧 感谢 千贵 权 他们曾经用羔羔羊的血 把衣装洗得结白 所以 他们在上帝 宝座前 晝夜在他殿中 侍奉他 那座在宝座上的 要用帐篷 覆避他们 他们不在饥 不在喝 太阳必不伤害他们 任何炎热 也不伤害他们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 必牧养他们 令他们到生命水的全员 上帝必拆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启示录 第八章 高阳揭开第七个印的时候 天上直静 约有半小时 我看见那 站在上帝面前的七位天使 有七支豪刺给他们 另有一位天使 拿着金香炉来 站在祭坛旁边 有许多香刺给他 要和中圣徒的祈祷 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那香的烟 和中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 一同升到上帝面前 天使拿在香炉 盛满了坛上的火 倒在地上 就有雷轰 响声 闪电 地震 拿着七支号筒的七位天使 预备好要吹号 第一位天使吹号 就有冰箱和火 掺着血 冰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 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掉了 一切的青草也被烧掉了 第二位天使吹号 就有像火烧着的大山 一切的三分之一被烧掉了 海中有生命的被造之物 死了三分之一 船席也毁坏了三分之一 第三位天使吹号 就有烧着的大声 好象火把从天上坠下来 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 和中水的泉源上 这声名叫苦艾 中水的三分之一 变为苦艾 许多人因水变苦而死了 第四位天使吹号 太阳的三分之一 月亮的三分之一 星神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 以至日月星的三分之一变黑鸟 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 黑夜也是这样 我观看 听见一只在空中飞的鹰大声说 和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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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的居民 其余的三位天使 快要吹号了 启示录 第九章 第五位天使吹号 我就看见一火星 从天上坠落到地上 有毛底坑的药士刺及他 他开了毛底坑 就有烟虫坑里往上霧 好像大火炉的烟 太阳和天空都因这烟分暗了 有蝗虫从烟中出来 飞到地上 有权柄刺及他们 好像地上的蜷子有权柄一样 他们奉命不可伤害地上的草 各样绿色植物和各种树木 唯独可伤害额上 没有上帝印记的人 但是不许蝗虫害死他们 只可使他们受痛苦五个月 这痛苦就像人被蝎子 识了的痛苦一样 在那些日子 人求死却死不了 想死死却避开他们 蝗虫的形状 好像预备上阵的战马一样 头上戴的好像金冠面 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 头发像女人的头发 牙齿像狮子的牙齿 他们空前有甲 好像铁甲 又有翅膀的响声 好像许多居马奔跑上阵的声音 他们有尾巴像蝎子 长着毒刺 尾巴上的毒刺 有能力伤害人五个月 他们有无底坑的使者 作他们的王 按着希伯来话 名叫亚巴顿 希腊话名叫亚波伦 第一样灾祸过去了 汗呀 还有两样灾祸要来 第六位天使吹号 我听见有声音从上帝面前金坛的四个发出来 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 把那捆绑在右法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 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 他们原事预备好 在特定的年月日时 要杀人类的三分之一 骑兵有二亿 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 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 骑马的穿着火红 紫马脑及硫黄色的胸甲 马的头好像狮子的头 有火有烟有硫黄 从马的口中噴出来 从马的口中所噴出来的火 烟和硫黄这三样灾害 杀了人类的三分之一 马的能力在于他们的口和尾巴 他们的尾巴像蛇 有头用头来伤害人 其余未曾被这些灾难所杀的人 仍旧不为自己手所造的悔改 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 不能听不能走 用金、银、铜、木石所造的偶像 他们也不为自己所犯的 那些凶杀、邪述、淫乱、偷窃的事悔改 启示录 第十章 我又看见另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 披着云彩 头上有彩虹 脸面像太阳 两脚像火柱 他手里拿着展开的小书卷 他右脚踏海 左脚踏地 大声呼喊 好象狮子敲叫 呼喊完了 就有七个雷发出声音 七个雷发声后 我正要写出来 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七个雷所说的 你要封上 不可写出来 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 指着创造天和天上之物 地和地上之物 海和海中之物 直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位起誓 不再有时日了 但在第七位天使要吹号的日子 上帝的奥秘就要成全了 正如上帝向他博人众先之所宣告的 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 又吩咐我说 你去 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 那过来 我就走到天使那里 对他说 请他把小书卷给我 他对我说 你那去 把他吃光 他会使你肚子发苦 然而在你口中 会甘甜如蜜 于是我从天使手中 把小书卷摘过来 把他吃光了 在我口中 果然甘甜如蜜 吃了以后 我肚子觉得发苦 天使们对我说 你必须指着许多盟族 邦国 语言 君王 再说语言 启示录 第十一章 有一斤鲁尾 将将梁的像 刺及我 又有声音对我说 起来 将上帝的电和祭坛 以及在电中礼拜的人 都梁一梁 只是电外的丸子不用梁 因为这是要吸外帮人的 他们将踐踏 盛成四十二个月 我要施权并 给我那两个见证人 穿着粗麻衣说 寓言一千二百六十天 他们就是那 站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两火橄榄树和两个灯台 若有人想要害他们 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喷出来 消灭受敌 凡想要害他们的 都必须这样被杀 这二人有权并关闭天空 使他们说 寓言的日子不下雨 又有权并使水变为血 并且能随时随意 用各样的灾害攻击世界 他们作愿见证的时候 哪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 要跟他们交战 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 他们的厮守 将堵在大城的街道上 这城按着灵意 叫所多玛 又叫埃及 就是他们的主 钉十字架的地方 从各民族 知族 语言 邦国中 有人观看他们的厮守三天半 又不许人把厮守 安放在坟墓里 住在地上的人 会因他们而欢喜快乐 互相贵送礼物 因为这两位先知 曾经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 过了这三天半 有生命的气息 从上帝那里进入他们里面 他们就站起来 看见他们的人都大大拘怕 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 从天上对他们说 上者里来 他们就家着云上了天 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 正在那时候 地大震动 城堡塌了十分之一 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 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上帝 第二样灾祸过去了 汗呀 第三样灾祸快到了 第七位天使吹号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 已成了我们的主 和他所立的基督的国了 他要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 在上帝面前 坐在自己座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 都苦福在地上 敬拜上帝 说 今在息在的主 全能的上帝呀 我们感谢你 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 外邦发怒 你的愤怒临到了 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 你的伯人众先知 众圣徒 及敬畏你明的人 连大大小得想次的时候到了 你毁灭那些毁灭大地者的时候也到了 于是上帝天上的圣所开了 在他圣所中 他的约柜出现了 随后有闪电 响声 雷军 地震 大冰雹 启示录 第十二章 天上出现了一个大哨头 有一个妇人 身披太阳 脚踏月亮 投带十二火星的冠冕 他怀了人 在生产的疹痛中疼痛地哭叫 天上又出现了另一个哨头 有一条大红龙 有七个头十个角 七个头上带着七个冠冕 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神的三分之一 把他们摔在地上 然后龙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 等他生产后要吞吃他的孩子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就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轄万国的 他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和他宝藏那里去 妇人就逃到旷野 在那里有上帝给他预备的地方 使他在那里被供养一千二百六十天 天上发生了争战 米加勒和他的使者与龙作战 龙和他的使者也起来应战 他们都打败了 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 大龙就算那蛊蛇 名叫魔鬼又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的 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上帝的救恩 能力 国度 和他所立的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哪个在我们上帝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弟兄胜过那条龙 是因羔羊的圈 和因自己所见证的道 虽然至于死 他们也不惜自己的性命 所以 诸天和住在其中的 你们都快乐吧 只是地和海有祸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稀粉粉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 就迫害那生男孩子的妇人 于是有大婴的两个刺旁刺级妇人 让他能飞到旷野 到自己的地方 躲避那蛇 他在那里受公养一载 二载半载 蛇在妇人背后 从口中喷出水来 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走 地却帮助了妇人 开口吞了从龙口喷出来的水 于是 龙向妇人发怒 去与他其余的言虑作战 就是与那些遵守上帝命令 为耶稣作见证的 那时 龙站在海边沙滩上 启示六 第十三章 我又看见一只兽从海里上来 有十个角七个头 在十个角上带着十个官面 七个头上有舌毒的名号 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炮 脚像红的脚 口像狮子的口 那条龙将自己的能力 座位和大权兵都吸了他 我看见兽的七个头中 有一个似乎受了致命伤 那伤却医好了 全地的人都很惊奇跟从了那只兽 他们都拜那条龙 因为他把自己的权兵吸了兽 又拜那只兽 说 谁能给这只兽 谁能与他交战呢 龙又刺及那只兽 说夸大舌毒话的口 又刺及他权兵 可以任意行事四十二个月 那兽就开口向上帝说舌毒的话 舌毒上帝的名和他的帐篷 就是那些住在天上的 他又被准许与圣徒作战并且得胜 也刺及他权兵 可以制服各知族 各民族 各语言 各邦国 凡住在地上 明自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载被杀高阳的生命策上的人 都要拜他 凡有耳朵的都听吧 该被劳略的必被劳略 该被刀杀的必被刀杀 在此 圣徒要有耐心和信心 我又看见另一只兽从地里上来 他有两个个如同羔羊 说话好像龙 他在第一只兽面前 施行第一只兽所有的权兵 并且使地和住在地上的人 拜那致命相被医好了的第一只兽 这只兽又行大歧视 甚至在人面前使火从天降在地上 他得了权兵 在第一只兽面前能行歧视 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告诉他们要为那兽过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仗 又有权并斥给他 让那只兽的仗有生气并且能说话 由使所有不拜兽杖的人都被杀害 他由使众人 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打一个印记 这样除了哪有印记 有兽的名或有兽名数字的 都不得买或卖 在此要有智慧 让有误性的人解开兽的数目罢 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数字 那数字是666 启示录第十四章 我又观寒 看见羔羊站在石安山 和他在一起的有十四万四千人 都有他的名和他父亲的名写在额上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 像中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 我所听见的声音 好像琴师所弹的琴声 他们在宝座前 和在四活物及中长老前唱新歌 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 没有人能学这歌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 他们愿是同身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 作为初熟的果子 归给上帝和羔羊 在他们口中找不出谎言 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在空中飞翔 有永远的福音 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邦国 各知族 各语言 各民族 他大声说 要敬畏上帝把荣耀归给他 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 要敬畏那创造天 地 海 和水源的主 令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 庆福了 那曾叫列国喝淋乱列路之酒的大巴比鱼 庆福了 令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 若有人拜那只寿和寿像 在颜上或在手上受了恩计 他也必喝上帝列路的酒 这酒是针在上帝粉墓的杯中的纯酒 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 在火与流黄之中受痛苦 使他们受痛苦的燕往上无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些拜受和收藏 受了他明智的印记的人 昼夜不得安宁 在此 遵守上帝命令和坚信耶稣真道的圣徒 要有耐心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 在主里死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 是的 他们要从自己的劳苦中得安息 因为工作的成果永随着他们 我又观看 看见有一片白云 云上坐着一位好像是仁子的 头上戴着金冠脸 手里拿着宽利的年刀 另有一位天使从圣锁出来 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 伸出你的年刀来收割吧 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 地上的庄价已经熟透了 于是那坐在云上的把链刀向地上挥去 地上的庄价就收割了 另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圣锁出来 他也拿着锋利的链刀 另有一位天使从祭坛出来 是有权并管火的 向那拿着锋利链刀的大声喊着雪 伸出锋利的链刀来 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 因为葡萄熟透了 那天使就把链刀向地上挥去 收取了地上的葡萄 涌进上帝愤怒的大炸酒池里 那炸酒池在城外被踩踏 有血从炸酒池里流出来 降到马的着环那么高 若有三百公里那么远 启示录 第十五章 我看见在天上有另一笑头 大而且奇 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没了的七种灾难 因为上帝的烈怒 在这七种灾难中发尽了 我看见仿佛有参集火的玻璃海 又看见那些圣鸟那瘦和瘦像 以及他名字的数字的人 都站在玻璃海上 拿着上帝的树琴 他们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 和羔羊的歌 说 主 全能的上帝啊 你的作为 又伟大又奇妙 万国之王啊 你的道路 又公义 又真实 主啊 谁敢不敬畏你 不把荣耀归于你的名 因为只有你是神圣爹 万民都要来 在你面前应拜 因你公义的作为 已经彰显了 此后 我看见在天上 那全方发跪的圣锁开了 那掌管七种灾难的七位天使 从圣锁出来 穿着结白明亮的细麻衣 空间束着金带 四个活物中 有一个把成满了 活到永永远远之上帝 列路的七个金碗 吸了那七位天使 圣锁中充满了上帝的荣耀 和权能而来的烟 没有人能进入圣锁 直等到那七位天使 降完了七种灾难 启示录 第十六章 我听见有大声音 从圣锁里出来 向那七位天使说 你们去 把圣着上帝列路的七腕 倾倒在地上 第一位天使去 把碗倾倒在地上 就有又臭又毒的仓 生在那些有瘦的印记 和拜授杖的人身上 第二位天使把碗倾倒在海里 海就变成像死人的血一样 海里所有的活物都死了 第三位天使把碗倾倒在河流和水源里 水就变成血了 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 色在今在的圣者 你做的判断公义 因他们曾流过圣徒与先知的血 已在你给他们血渴 他们罪有应得 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 是的 主全能的上帝啊 你的判断又真实又公义 第四位天使把碗倾倒在太阳上 使太阳可用火烤人 人被炎热所酵 就涉毒那有权掌管这些灾难的上帝的命 他们没有悔改 也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 第五位天使把碗倾倒在寿的座位上 寿的过就变成黑暗 人因疼痛而咬自己的舌头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瘡 就涉毒天上的上帝 也没有为他们的行为悔改 第六位天使把碗倾倒在大幼法拉底河上 河水就干了 为要给从日出之地所来的纵黄 预备道路 我又看见三个污蔚的灵 好像青蛙 从龙的口 瘦的口 和假仙之的口中出来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 施行歧视 到普天下纵黄那里去 召集他们在全能者上帝的大日子作战 汉啊 我来像策一样 那警醒 穿着衣服的人有福了 他不至于赤身而行 忌人看见他的羞耻 于是 那三个鬼魔把纵黄聚集在希伯来瓦叫做哈米吉多顿的地方 第七位天使把碗轻倒在空中 就有大声音从圣索的宝座上出来 说 成了 又有闪电 响声 雷轰 大地震 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 那大城列为三段 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 上帝寄起了大巴比铃城 把那圣自己列路的酒杯递给他 各海岛都逃避了 各海岛都逃避了 众山也不见了 又有大冰雹从天掉落在人身上 每一个约重四十公斤 以致人因冰雹的灾难而窃毒上帝 因为那灾难太大了 启示录第十七章 拿着七个碗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前来对我说 来 我要让你看那坐在中水之上的大淫妇 所要受的懲罰 地上的君王都曾与他行淫 住在地上的人 也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我在圣灵感动下 被天使带到旷野去 我看见一个女人 骑在珠红色的兽上 那只兽有七个头十个角 片体有泄毒的名号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珠红色的衣服 用金纸、宝石、珍珠作装饰 手拿着金杯 背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和他淫乱的污蔽 在他额上写着奥秘的名字 说 大巴比论 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我又看见那女人 喝醉了圣徒的血 和为耶稣作见证的人的血 我看见她大大惊奇 天使对我说 你为什么惊奇呢 我要把这女人和陀着她 那七头十角的兽的奥秘告诉你 你曾看见的兽 以前有 现在没有 将来要从毛底坑里上来 又归于沉淪 繁住在地上 明智从创世以来 没有记在生命策上的人 看见那只兽 都要惊奇 因为她以前有 现在没有 以后再有 在此要有智慧的心思 那七个头 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 他们又是七个王 五个已经倒了 一个还在 一个还没有来到 她来的时候 必须只暂时停留 那以前有 现在没有的兽 就是第八个 她也和那七个同列 正归于沉淪 你曾看见的那十个国 就是十个王 他们还没有得到国度 但他们要和那只兽 同德权并 作王一个时辰 他们同心 把自己的能力权并 交给那只兽 他们将与高阳作战 高阳必胜过他们 因为高阳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而同高阳在一起的 是蒙诀 被选 忠心的人 天使又对我说 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中水 就是许多民族 人民 帮国 语言 你所看见的那十个国 与兽 必恨者淫妇 他们要使他孤独赤身 又要吃他的肉 用火将他烧尽 因为上帝使诸王 同心执行他的旨意 把他们自己的国 交给那只兽 直等到上帝的话 都应严了 你所看见的那女人 就是管核地上中皇的大城 启示录 第十八章 此后 我看见另一位 有大权并的天使 从天降下 地由于他的荣耀而发光 他大声哭着雪 庆福了 大巴比伦庆福了 他成了鬼魔的住处 各样污蔚之灵的巢月 各样污蔚之鳥的窝 各样污蔚可憎之兽的出活处 因为列国都喝了他淫乱 但怒的酒 地上的君王和他行淫 地上的商人 因他极度奢华而发了财 我又听见另一个声音 从天上说 我的闻啊 从哪成出来罢 免得和他在罪上有份 受他所受的灾样 因他的罪恶套天 上帝已经记得他的不意 他怎样待人 也要怎样待他 按他所行的 加倍地报应他 用他调走的杯 加倍调及他汗 他怎样荣耀自己 怎样奢华 也要使他照样痛苦悲哀 因他心里说 我在皇后的遗 并不是寡父 绝不至于悲哀 所以在一天之内 他的灾样要一起来到 就是死亡 悲哀 饥荒 他将被火烧尽 因为审判他的主上帝 大有能力 地上的君王 与他陷淫 一同奢华的 看见笑他的烟 就必为他哭入哀嚎 因怕他的痛苦 就远远地站着说 和哉 和哉 这大城 结固的巴比伦城 一时之间 你的审判要来到了 地上的伤人 也都为他哭入悲哀 因为 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 这货物就是 金 银 宝石 珍珠 细麻布 丝绸 紫色和珠红色衣料 各样香木 各样橡牙的器皿 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 铁 大理石的器皿 和玉柜 豆购 香料 香膏 乳香 酒 油 世面 墨子 牛 羊 马 马车 以及奴隶 人口 你所贪爱的果子 离开了你 你一切的珍珠美味 和华美的物件 都从你那里毁灭 绝对见不到了 反卖这些货物 借着他发财的商人 因爬他的痛苦 就远远地站着 哭入悲哀 说 和灾 和灾 这大乘 他穿着细麻 紫色 珠红色的衣服 用金纸 宝石 珍珠为装饰 一时之间 这么多的财富 就归于无有料 所有的船长 和到处航海的 水手 以及所有靠海为业的 都远远地站着 看见烧他的烟 就哭着雪 有打一个成能 跟着大成比 于是 他们把灰尘杀在头上 扑入悲哀地哭着雪 和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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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乘 凡有船在海中的 都因他的珍宝成了负重 他在一时之间 就成为荒暴 天啊 众圣图 众史图 众仙之啊 你们都要因他欢喜 因为上帝已经在他身上 为你们新了愿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 举起一块石头 好象大摩石 荣在海里说 霸彼伦大城 也必这样猛力地被涌下去 绝对见不到了 彈琴 歌唱 吹笛 吹号的声音 遭岸 林二师 从生上 应该 возможно 在海里说 手艺 的主供 在海里说 夕队 在海里说 在海里说 什么洋 至远 和灾 在海里说 至远 在海里说 一群人 在海里 这群人 在海里说 你中间绝对挺不见了 你的伤人原来是地上的遣妖 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 善致 圣徒和地上一起被杀的人的血 都在这成类找到了 启示六第十九章 此后我听见好仗有一大群人在天上大声声 哈利路亚 救恩 荣耀 权能都属于我们的上帝 他的判断又真实又公义 因他判断了那大淫妇 他用淫衡败坏了世界 上帝为他的伏人申愿 向淫妇吐留伏人血的罪 他们又一次说 哈利路亚 那二十四位掌佬和四活物就苦福敬拜坐在宝座上的上帝 阿们 哈利路亚 接着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上帝的伏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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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经为他的 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上帝 我听见好象一大群人的声音 将中水的声音 将大雷的声音 说 哈利路亚 因为主 我们的上帝 全能者作黄了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高阳的分歧到了 他的新能也自己预备好了 他蒙恩得穿光明结白的世麻衣 这世麻衣就是圣徒们的义行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下来 凡被请负高阳训宴的人有福了 他又对我说 这些都是上帝真实的话 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 他说 千万不可 我和你 以及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弟兄同事福人 你要敬拜上帝 因为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人有预言的灵 后来我看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 称为诚信 真实 他审判和争战都凭着公义 他的眼睛如火焰 头上戴着许多冠冕 他身上写着一个名字 除了他自己 没有人知道 他穿着浸过血的衣服 他的名称为上帝之道 仲天军都骑着白马 穿着又白又稠淨的细麻衣跟随他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 用来击打列国 他要用铁杖管核他们 并且要踩全能上帝列路的炸酒池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写着 万皇之王 万主之主的名号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 站在太阳中 向天空的飞鸟大声喊着雪 你们聚集来赴上帝的大宴席 为要吃君王的肉 将军的肉 葬事的肉 马和骑士的肉 一切自主的和为奴地 以及尊贵的和卑贱的肉 我又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军王 和他们的军队都聚集 要与白马骑士和他的军队作战 那兽被擒纳了 那在兽面前曾行歧视 迷惑了接受兽的印记 和拜兽像的人的假先知 也与兽同被擒纳 他们两个就活生生地 被荣尽烧着硫黄的火狐鸟 其余的人被白马骑士口中套出来的剑杀了 所有的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启示录 第20章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 手里拿着毛底坑的药士和一条大锁链 他抓住那龙 那蛊蛇 就是魔鬼 撒旦 把他捆绑了一千年 躺在毛底坑里 把毛底坑关闭用印封上 使他不再迷惑列国 等到那一千年满了 这些事以后 他必须暂时被释放 我又看见一些宝座 坐在上面的有审判的权 并赐给他们 我又看见那些 因为给耶稣作见证 并为上帝之道被斩首的人的灵魂 和没有拜过那兽与兽像 也没有在颜上和手上 打过他印记的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其余的死人 还没有复活 值等那一千年满了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 有复了 圣结了 第二次的死 在他们身上没有权兵 但他们要作上帝和基督的祭司 也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那一千年满了 撒旦会从监牢里被释放 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 就是哥格和马国 使他们聚集争战 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他们上来布满了全地 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 就有火从天降下消灭了他们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被涌进流黄的火狐里 就算那兽和假仙芝所在的地方 他们会昼夜受折磨 直到永永远远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和那坐在上面的 天和地都从他面前逃避 再也找不到他们的位置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都展开了 并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茶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也被涌进火狐里 这火狐就是第二次的死 凡名字没有记在生命策上的人 就被涌进火狐里 启示录第二十一章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经过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 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新娘打扮整齐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 说 看呀!上帝的障礙在人间 他要和他们同住 他们要作他的子民 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上帝要拆虑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 哭哗痛苦 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 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说 看呀!我把一切都更新了 他又说 你要写下来 因为这些话是可信靠的 是真实的 他又对我说 我成了 我是阿拉法 我是阿拉法 我是阿梅格 我是开始 我是终结 我要把生命的泉水 白白赐吸那口渴的人渴 得诚的 要承受这些遗孽 我要作他的上帝 他要作我的儿子 至于胆怯的 不信的 可憎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述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芳华的人 他们将在烧着硫黄的火狐里有份 这是第二次的死 拿着七个金碗 盛满末后七种灾祸的七位天使众 有一位来对我说 你来 我要给你看新娘 就是高阳的妻子 我在圣灵感动下 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给我看由上帝那里 从天移降的圣城耶路撒冷 这城有上帝的荣耀 他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象碧肉 名如水晶 他有高大的墙 有十二个门 门上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有写着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东边有三个门 北边有三个门 南边有三个门 西边有三个门 城墙有十二个根基 根基上有高阳十二使徒的名字 那对我说话的天使 拿着金的芦苇当尺 要量那城 城门和城墙 城市四方的 城门一样 天使用芦苇量那城 共有二千四百公里 城门高都是一样 他又量了城墙 按着人的尺寸 就是天使的尺寸 共有六十公尺 城市碧肉造的 城市纯金的 如同明静的玻璃 城墙的根基 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 第一个根基是碧肉 第二是南宝石 第三是鹿马脑 第四是鹿宝石 第五是红马脑 第六是红宝石 第七是黄碧鲜 第八是水仓肉 第九是红碧鲜 第十是翡翠 第十一是紫马脑 第十二是紫鲜 十二个门是十二火珍珠 每一个门是一火珍珠造的 城内的街道是纯金的 好像透明的玻璃 我没有看见城内有电 因主全能者上帝和高阳 就是城的电 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 因为有上帝的荣耀光照 又有高阳为城的灯 列过要藉着城的光行走 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荣耀 带给那城 城门百咒总不关闭 在那里没有黑夜 人要将列国的荣耀尊贵 带给那城 凡不洁净的 或那行可争与虚荒之时的人 都不得尽那城 只有名字写在高阳生命策上的 才得尽去 启示录 第二十二章 天是又让我看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上帝和高阳的宝座流出来 经过城内街道的中央 在河的两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的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 可作医治万民之用 以后不再有任何助就 在城里将有上帝和高阳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将写在他们的额上 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或日光 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 天是又对我说 这些话是可信靠的 是真实的 主 就是赐灵感给众先知的上帝 猜献他的使者 把那必须即将发生的事 指示他的伯人 看啊 我必快来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这些事 是我 若汉所听见 所看见的 当我听见看见时 就俯伏在 指示我的天使脚前 要拜他 他对我说 千万不可 我愿你和你的弟兄 众先知 以及哪些守这书上的话的人 同时作伯人 你要敬拜上帝 他又对我说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 因为事后近了 不疑的 让他认咎不疑 忽畏的 让他认咎污畏 为疑的 让他认咎为疑 圣洁的 让他认咎 圣洁 汉啊 我必快来 想佛在我 要照每个人所行的 报应他 我是阿拉法 我是厄梅格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我是开始 我是终结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 有福了 他们可得权柄 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从门进城 城外有犬类 行邪述的 淫乱的 杀人的 拜偶像的 以及所有喜爱和行 虚荒的人 我耶稣 猜显我的使者 为了宗教会 向你们 证明这些事 我是大卫的根 是他的后裔 我是明亮的神圣 圣灵和新娘都说 来 兴见的人也要说 来 口渴的人也要来 愿意的人都可以 白白取生命的水 我警告一切 听见这书上 预言的人 若有人在这 预言上加添什么 上帝必将记载 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 上帝必从这书上 所记的生命树和 圣城 删去他的份 证明这些事的书 是的我必快来 阿门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愿主耶稣的恩惠 与众圣徒同在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耶稣